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虑到烧肉的特性 这里准备了净两斤的肉 厚豚肉肥肉略多 不过将其油脂煸炒去除的话 口感更好 先将猪肉切开 然后切块 快的大小约为两厘米见方 准备一些小土豆 将老皮部分削去即可 然后切成滚料块 再准备适量的葱段 将酱油 糖 老抽 辣酱及八角提前准备好 后面有配方 炒锅上火 烧热 放少量的油 将土豆煎拌熟 锅在上火 放油 将猪肉块煎香 经验告诉我们 煎香的肉块更容易烧烂 通常一个小时即可 而焯水后 再烧的肉块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让肉块酥烂 例如东坡肉 为了形状整齐 采用焯水方式 但需要更长的时间 注意一定要将猪肉煎出油脂来 此刻淋入姜汁酒 然后放糖一起炒化 目的是让肉块上色 这可以简化炒糖色的步骤 让烧肉变得更简单 看到糖汁已经变颜色了 此刻再放入生抽 辣椒酱 翻炒均匀后 加入老抽和水 俗话说 泉水烧肉 拌水烧鱼 故水要没过猪肉块 水开后 放入葱段 加盖焖烧 调小火 先焖烧四十分钟 去掉葱段后 放入煎过的土豆块 再焖烧二十分钟 锅盖一鲜 香气四溢 接着调大火收汁 少许多粮料 切成熟会 很简单 放入煎鱼 炒 cael馅 品尝一下 猪肉鲜甜酥烂 入口即化 土豆粉嫩甘香 值得推荐 蛋兵 小楂的 alan 中小 cube 中崇 蘆 Baptist 貝油 広德 冬草